建设中的几轻高铁被誉为山东快速铁路网的脊梁谷 那么几轻高铁建设的怎么样了 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王豆豆一块到青阳隧道去看一看 我身后呢就是青阳隧道出口施工掌子面 这个地方距离二号斜井呢仅剩了83米 那么一旦打通了之后对于青阳隧道整个的贯通具有重大的意义 整个青阳隧道的施工分为四个作业面 除了出入口两个作业面 在靠近出入口的位置施工方又分别打了一个斜井 但斜井和隧道还没有完全打通 工人们在挖掘隧道的时候里面空气不流通 需要依靠通风管输送新鲜空气 出口跟二号斜井它空气就形成一个对流 就不需要我们现在通风管输送风这种情况 施工环境这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青阳隧道出口目前已经挖掘1900多米 预计12月13号到15号有望在2025米处和斜井打通 整个青阳隧道预计2017年6月30号全部贯通 目前几倾高铁11个标段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从航拍画面看 无数个桥墩林立一条高铁线路已经出具出行 我身后的这些桥墩每一个都有二维码 那么通过扫描二维码呢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桥墩的施工记录 以及它的工程概况 所有的信息一览无余责任到人 这也可以说呀 这些桥墩都有了一个身份证 几倾高铁线路全长307.8公里 设计行车速度350公里每小时 总投资约600亿元 是国内第一条由地方为主投资建设的高速铁路 建成后将实现济南至青岛一小时直达 至烟台危害日照等两小时通达 至烟台危害日照